来说就像老朋友一样 就算多年没有联系 总是还能从一些微小的举动中 感动彼此 忙着忙着就到了12月 我还是一直在路上 雪橡是北方的一个商业景点 旺季的时候人很多 但也有少见的人文景色 面对这样的场景 你要蹲下身子 仔细地去看大家的一举一动 可能是打闹玩雪的阿拉斯加 可能是雪落屋檐下的警察哥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前 我看到了这两个背影 让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 我们还一直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 但也有一年没见了吧 我生活在一个文艺小众的社群 身边的朋友也是 我一直叫他龙哥 不是他比我大很多 而他是 我学习咖啡的时候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老师 当年的我们刚出社会 除了热爱咖啡 就是喜欢拍照 把每天的心情用照片去表达 六年过去了 他真的胖了不少 但我们还是在路上做了分别 他一如既往 随着喜好 开了一家自己喜欢的咖啡店 看着自己喜欢的书 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 他从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这么多年了 还是没变 他给我做了杯拿铁 还是当年那个味道 我给他拍了照片 想起了当年 青涩时期的我们 每天都会发朋友圈 想方设法地去把一杯咖啡 做得漂亮 拍得漂亮 现在我们褪去了那些华丽 留下了最简单 但却是最好喝的味道 这是龙哥最爱的一首歌 那时候我们每天下班 就是喝啤酒 聊人生 听名药 拿着不高的工资 却是最真实的欢笑 照片能把这些回忆 全部唤醒 所以我们热爱 理想 多么矛盾的一个词 理想 你让我变得苍白 却依然天真的相信 花儿会一样的盛开 被拥挤着背荒而飞的光阴 忽略 吃 这种哂无力的